福宝此次的生日会真的是太震撼了 这只美丽大方可爱活泼善良温柔的小女孩 谁能不爱呢 来参加福宝生日会的依依们累撒现场 很多的韩国姨姨都来了 一位韩国姨姨被采访时哭着表示 因为福宝是给韩国人带来幸福的宝物 所以专门奔赴千里来看福宝 因为福宝出生于疫情期间 他的视频治愈了很多对生活绝望的人 治愈了很多人 所以福宝对于韩国人来说是救赎 甚至一些抑郁患者都被福宝治愈了 所以福宝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只熊猫 它更是我们的家人 就像两位爷爷对福宝的感情一样 还有粉丝包传为福宝庆生 因为福宝之德 它永远都是我们最爱的熊猫宝宝 韩国人对福宝的爱真的很让我感动 我们中国对福宝的爱意也不差 爱真的是不分国界不分物种的 最后祝福宝永远天真可爱 快乐健康 永远都爱着福宝